这位舍德先生这段时间也不停的换微信 微信号换名字换 然后再换回来各种的换 其实也不肯露脸 但是呢就只能他的身影吧 这个身影啊 就是舍德先生 这是他的身影 就是不想露脸 但是露一个影子也行吧 这是舍德先生的车 这个丰田 然后这是舍德先生 就是穿着这个鞋开车 就是拖鞋 但是好像没穿袜子 因为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出 他这个大脚趾和二脚趾间有缝 没有穿袜子 建议还是穿上袜子 要不然这个皮肤 这个脚呀跟塑料拖鞋接触 塑料拖鞋有二个影 对身体不好 会让钉钉变小变软 所以说最好穿一个袜子 反正我穿拖鞋 我一般我是穿袜子 这样的 他这位舍德先生呢 其实也质疑我说 他说我批一照片 所以呢 今天就给舍德先生回应一下吧 回应一下 照片呢 就以这个为例吧 因为我不是上次回应他 我说我当时 从美国这边读完法学 收拾毕业之后 我在领导国开发计划署那边工作嘛 这是当时我们同事的一个合影 一个工作照啊 然后这位先生说照片人批的啊 今天就回应一下吧 好吧 这样的能够让舍德先生能够了解 对吧 更多的这个信息吧 对吧 嗯 也希望舍德先生能够早点买上袜子穿 然后对身体 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保护 对吧 身体是最重要的啊 看美国学英语 他一直不承认 他不是美国骗人的 他一直不承认 他不是美国的法律硕士 用各种假的照片啊 非说自己是 批的照片 非说自己是美国法律硕士 前段时间不是 我给分享的一些照片以前的 然后 因为叫舍德 以前叫舍德 后来叫 叫什么 什么了 我也不知道了 反正改名吧 他在微信一直换 叫什么吴伟业还是悟空呢 他说我这个照片是批的啊 这个我就展示一下啊 我以前在联合国 开发救火署 共同乡班的照片啊 就是 这个就是我啊 就是通过这个小视频 这么 这么介绍一下 好吧 就是翻一下 这个